比較簡單 他操作機制比較簡單 基本不會空什麼傷害跟技能 一般的1QP重 打克勒是不能推線的 推線就死 戰兵隊裡面 打這種怎麼打 三波線回家買萃取踢出來 我們放線 三波線回去然後踢出來 買個tip 這裡可以稍微讓他練你一下 像這種就是 你保持好距離打的東西其實跟鱷魚差不多的 要補到直補去後一下就行 就這裡 上面走 就這裡 這種沒關係 他二級而已 他練上來沒進去 這裡就需要爽一點 同樣是13刀打12刀 走一下位 我們學兩級Q 這裡兵線我們需要清掉一點 為什麼因為克勒他推線很慢 走一下位 我們喝藥準備頂兵線 就這樣打就行 先控著 好我們A掉一個回家 直接回家 回家都買了個萃取出來 繼續空這些 這裡不能回 稍微等一下再回 現在可以回了 為什麼現在回 因為剛才 有一個炮車在那裡 所以那個時候不能回 我們回去買了萃取跟鞋 他這個線還在推過來 因為他本身就比我們多一把劍 所以他可能會溢上來 沒溢上來 他丟了Q你就可以去燒了 記錄這個就行了 克勒只要丟了Q就可以上去燒一下 前提是你的線沒推 你只要丟Q你就可以燒了 這線是推過來的 這麼一看對方就不太懂兵線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這裡要保持這個小兵不能太多 這遠程兵太多了 我們用技能去打掉兩個 他看不懂我在幹嘛 往下走 這裡被煉到沒事了 被抓回去也沒事了 這裡Q一下 再A一個遠程兵 我們始終小兵都是比對面 對面小兵始終都是 OK他下馬了 這裡就不用太管 他6級了 他6級了 他就玩的很一般 就是那種很普通的帶火的上燈 你會發現沒有就是他只要一帶火 限一倍控就不會玩了 我們就是通過這種 控線來達到一種對線的平衡 從補刀的裡面 去找一些對線的機會 操作的機會 就行了 你是可以控線你不要老是去打了 就首先你不要證明自己 第二你不要 你不要老想著去殺了他證明自己什麼的 就不要老想著去殺了他 或者說 老想著去操作 沒用我跟你講 沒用 我們第一件先冰刀 而且本身你可以通過這種 對線中他掉刀就會發現他細節很不好 他 他不明白為什麼我要放Q去打這個冰 他會覺得這個Q是在打他其實不是 我只是找了一個角度Q跟冰同時能打到他的情況 又推現了 我不知道小丑刷不刷的石頭 你像這種線我們要做就防打野 尤其他6級了他開個大可能會死 這種線千萬不要出去了 我們是沒有位移的 他也7級了但實際上經驗我們比他高 沒打斷他沒事 這裡要放Q3直接把小兵打死 我們先把遠程兵打完了這一輪的遠程兵打完 因為遠程兵太多了 對面的小兵就比我們小兵多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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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對面的小兵就比我們小兵多一點 你只要線不過去你就是安全了 我們這裡多了一個遠程兵所以這個線會推 我們這裡要勾引對面犯錯 你看這人細節做得很差 河道打起來我們要做的就是直接把兵線給清 瞬間秒清兵再過去 先清兵兵線進去了 好我們此時過去支援 這裡是不用擔心的 這時候稍微走一點 回頭一點回頭一點 因為星德拉的位置比較靠前面 我們如果直接走的話 星德拉就會被直接打 這裡這個線還在 但是這裡我們不能壓了 克裂出來了 你看他這裡就白掉了一波線 可能有的人會覺得說 這樣玩是不是有點自私了 隊友達前遞時間不過去不是這樣嗎 你的優勢最終都是會 以其他一種看不到的形式反給你隊友 其實現階段看起來好像 你沒去支援而已 他大早也用了 這裡他肯定會依上來 被練到了 這裡沒關係了 掉了蠻多血的 我們躲起來 看到往不往前走 蝦子剛打完先鋒 蝦子剛打完先鋒 克裂回來就說明這蝦子沒走 我們撐到這個TP好在死 可能這裡會被Yuta 就當我們已經死了 把他走了就說明蝦子不在了 可能蝦子在石頭人這裡 這裡有機會也不能上 看到沒有 蝦子在石頭人這裡 我們先看一下 克裂應該在走 他走了我們再推 這裡吃個杜城走 你知道為什麼我可以玩那麼浪嗎 因為我TP好 我這裡反而能多推他一波線 然後這個線啊因為 基本的兵線邏輯就是他在裡面只要待了越久 這個線就越會回推了 你別看到這裡買了 2200的裝備 看上去好像你沒壓他什麼 實際上已經壓了很多了 他這些細節會慢慢的 會從別的地方反駁回來 我們也是兩件 帶個真眼 不同的就是這個線我可以控住他控不住 然後又是在這個地方 小兵的集結點發生改變了 我來救你碰屁怎麼行 CQE一下 他要E上來了 8WA 就這裡 就這裡 嚇出來大招了 我們點個眼 要注意蝦子,蝦子現在抓我們的概率很大 而且顆粒有閃有點火了現在 然後他就喜歡蹲這個地板 他要E上來了 蝦子在蝦 他這裡是絕對會E上來跟我打的 注意一點 Q E上來了 QE 咦 我沒遇過去 我的E技能有點壞 你補到的情況下你要注意了,這裡已經壓了20刀了 20刀差距,他這裡又要撞上來了 QE一下 放Q了 A一下 這也沒關係 我們這裡已經可以出冰刀了 看他排後排我們的眼 他可能會閃過來 小心點 閃過來一個E我們就死了 如果他閃過來放E我們先開大A 所以他可能又要E過來 E過來 他有點不太敢 他怕了已經 30刀差距了 走位 QE 把他E交了 我們E是比他的E快的 QE 把W 這裡沒關係,他的血量更危險 看到博物博命,他想博命了 好我們萃取已經打完了,身上1500 他在這裡要放Q,我們QE 沒打中,沒關係 我們只要一下他就下馬 一下他就下來 Q這裡 把握 一下 有人好像在後面 可以 這就帶著 還可以再持個路程 我們這裡可能會死,要不推波線吧,推波線再死吧 血量很容易死 推完走,這裡點個眼 沒有人就先走 回家把冰箱買出來 他現在下一波兌現他只有一個技能就是 他下一波他只有一個技能就是那個 他只有一個大招了現在 這個盾要不要賣 他想賣,等一下吧 我們等一下就踢出去啊 我們TP好了,但是現在這個TP不用去管隊友,這個TP我們依然用來兌現 只要防禦塔沒掉就還是處在兌現期 或者我們現在先往外走 這個塔是肯定掉的 我們這把下路整體是劣勢,中路也是劣勢 這小丑也是劣勢,你別看他溜個人頭他還是劣勢 他裝備被瑕疵壓制 這把就只有上路一條優勢 這顆類想去打架然後不想兌現 他兌現完不了 他帶火只要先被控就一定只能咬人 因為他沒有選擇 因為他TP是拿來兌現用的 他可以打起來了 騎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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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對面的人 這小丑不太該反野 不過還行我就只有450 沒殺掉蝦子 他可血回了一口 像這個打野他這個入侵就 太激進了這行為 不過雖然我們殺了一個人 他還是換掉了 換掉顆粒 但只有450 可以接受 我們的防禦塔沒掉血 這個線很危險 這個線這裡有個野 我們要在歐槽這裡 出去會死 這女塔怎麼四個頭 走一下尾 走一下尾 龍刷了我們沒有TP,這裡去不去呢我的建議是不去 這才第二條龍 對面已經走了 克雷在中路他們這波是要打龍的,所以整體是往下走 上路這波肯定是沒有人管我們 我們這裡要把限制推過去了 他們是不會來上手的 所以我們要拆掉那個塔 我們首先要拆掉這個塔 這上路基本上是沒有人會來守的 所以可以放行大膽推克雷上來了 但是他們大部分人還是在下 他們四個人都在,只有克雷來的話就不用怕 沒有看到維克托的助攻,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們走回來草叢這裡看 維克托在中路 看能不能吃到這小青蛙 不安全走了 這有沒有核心 有個核心打的 我們打了回家 把星球買出來 18分鐘兩箭 算是一個發育還算可以的 因為這把略四局 我們是壓了克雷一擊然後40刀 像這種隊友死了都不用管 我們可以等一下看克雷推不推 推就殺他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不推我們就把流線推過去 車又沒補到 這把應該是失誤了 因為隊友來打架 目前看是失誤了 目前看是失誤了 我們去中路吃火銜 看有沒有機會殺 有機會殺就算 有機會殺就算 選擇上 選擇上 人們將付出痛苦的代價。 這裡沒有視野,這個地方視野是缺失的。 F6又打起來了,我們把石頭刃吃了,我們現在不要管隊友,無論做什麼都不要管隊友,管隊友會稀釋掉我們原來就有的優勢,一定千萬不能管隊友,千萬千萬別去管,他無論幹嘛都不能管,除非我們TR去能收人頭。 有的優勢都下來了。 這裡可以去,這裡可以去,不要去拿優勢。 優勢,兩個。 兩個。 隊友全死完了。 我們接下來拿優勢,這個高地是會掉的,標管。 這個高地大概率是掉的,掉了也沒關係。 掉了一路有超級兵。 這超級兵還好。 一下子是有大招的。 我們只踢下去拿優勢,隊友死不死活不活不管我的事。 我們只拿優勢,記住這一點就好了。 千萬不要想著去錄隊友。 這克勒有賞金了。 慢慢打不及,他們可能要打大龍,大龍也放了。 現在去打,打不了。 星德拉要去下,那我們去上。 你要知道,隊友他之所以劣勢,那是他們自己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這好不容易有點優勢,如果說你再去幫隊友。 這種優勢再被吸死掉就更明不了。 我抓到一個。 我們看能不能把克勒留一個來。 我們去抓克勒他應該會從這裡過來。 他在這裡。 繞過來了。 這沒看到克勒嗎? 他在這裡走就不會死了。 他要往上走。 可惜了。 沒啥辦法。 這把應該輸了,下路差距太大了。 我在這裡他們往上面走。 本來這個克勒在這裡我都已經知道了,他們還要往上面走。 管了沒什麼辦法。 他怎麼拿了七個頭,殺誰殺起來了。 想要沒有被秒,他往這裡走就行了,往這裡走就OK了。 他非要往上走。 這隊友還是一如既往的消極。 這把我們對線打得挺好的。 主要是隊友不太行。 這克勒玩的也一般。 他是跟著團隊拿起來的。 主要是真沒辦法。 我們這裡是三個人啊,他不會利用人數優勢還往上走。 不太懂他在幹嘛。 你玩遊戲過程中,玩家有一些人肯定會讓你去打團的。 千萬別去打團。 打團會被吸死掉你的優勢。 他們做錯事,我們不需要幫他們買單。 這是他們自己導致的問題。 跟我們是沒有關係的。 我能不能殺這個人。 有點難。 我感覺有點高。 破墊者肯定要出。 一定出破墊者。 。 打開主攻打。 撤去有點反之。 一定別去幫隊友的遊戲。 幫隊友是沒用的。 他們老是喜歡主動去打。 國服的人就這樣,他不會。 他不知道避其鋒芒。 他就喜歡。 迎談而上就喜歡覺得說殺了對方就。 就自己特別厲害就這種的,沒辦法。 很多人都這樣玩就行。 扯這個爆會不會死。 120秒傳送。 。 這邊兩個大閃的兵。 我們防禦塔只要掉太多了你知道嗎? 防禦塔掉太多就很難翻盤。 又死了。 又死了。 新鮮人士。 有雙人士。 我謝謝。 有雙人士。 有雙人士。 谢谢观看